Hello,大家好,这里是飞翔房车俱乐部,我是寿星 那接下来的几期视频呢,我准备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新车友 对于咱们房车上一些设备的一些疑问,以及咱们刚刚购买飞翔房车的车友呢 对于咱们飞翔房车的一些设备,他使用中的一些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小问题,还有一些小疑问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老车友以及我们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 在接下来的几期视频里边会和大家去做一些讲解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去分享一下在这个副驾驶的这一面这几样设备 包括了柴油炉以及正央棚以及这个马桶还有两三外车窗 它的在使用的过程中是怎么维修保养的,以及他们一些简单的工作原理都在这个视频里边和大家去分享 柴油炉是咱们飞翔的这个国家发明专利,这在房车行业可能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共识 但是也有很多新车友对于咱们这个柴油炉他存在了一些疑问 比如说它的安全性怎么样,它使用起来会不会把锅底烧黑 以及它去了这个高原,去了5000米左右的高原地区,它还能不能正常使用 那今天呢就在这期视频里边和大家讲清楚 那这个柴油炉的构成呢,它是由一个这个油泵 油泵的作用是在这个油箱里直接抽出来柴油 另外因为这个柴油呢,它和汽油不一样,它的燃点非常高 这也是它能够保证在使用的过程中安全的最关键的因素 既然难以点燃,那我们是通过什么方法把它点燃的呢? 因为咱们还有一个增压泵 对这个打上来的柴油进行一个高温物化 再通过点火开关去打开它 然后通过这个助燃风机呢,实现这个油液的油气的一个平衡 这样的话呢,在燃烧的时候就不会产生过多的二氧化碳 就不会把咱们的锅底烧黑 最后通过咱们的一个,现在市场上很难克服的一个问题 就是通过一个均匀的分火片,实现火焰的一个平衡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样几种设备的平衡下 然后这个柴油炉呢,就是能达到我们预想中的高火力 并且不烧开锅底,并且使用安全的这种作用 这一款增压棚呢,就是我们采用的是一个进口的一个手动增压棚 它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呢? 首先呢,就是说在打风,或者是天气特别恶劣的时候 就一定要把它收回去,因为它本身上面是一个帆布嘛 然后如果是风很大的话,可能会对这个增压棚形成一些撕扯 这样对这个增压棚的使用寿命会有一些影响 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外面下着雨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增压棚的一边的这个支撑杆把它放进一些 这样雨水的话可以从这边很好的过来 然后就是说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这个增压棚的一些保养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在换季的时候,过个三四个月换季的时候 我们要检查一下这个增压棚的一些组件 包括是外面这些卡扣什么的,看有没有损坏 如果有损坏的话要及时的更换 包括是我们这个增压棚在使用的时候 还有一个必须要注意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收回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增压棚它是在一个干燥的情况下收回的 因为如果是潮湿的情况下收回 它可能会在里边,尤其是夏天炎热的时候 它可能会发霉,这样对这个增压棚的使用寿命 包括是它整体的一个美观程度也会有很不好的影响 所以呢,每次清洗完了之后一定要在太阳底下晒干 然后我们再把它收回去 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每隔个三四个月 在对这些外观,进行外观的一些这个金属组件做保养的时候 不要让这个油水啊,油漆溅到这个增压棚的帆布上 这样也是很难清理的一个问题 像这个呢,就是我们这款房车上用的这个赛特福德的进口的抽拉马桶 像这个房车上的马桶呢,基本上就是三种 要不然就是便携式的这种马桶 它一般适用于这种空间比较小的B型车上 用的时候就把它带上不用的时候拿下来 第二种呢,就是这种电动粉碎马桶 这种的话,在国外的房车上比较常见 因为国外的这种营地啊,配套设施比较齐全 这种直接把它到了营地,直接抽走就可以了 但是在国内这种其实不是很适用的 并且电动粉碎马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这个粉碎轮啊,有可能会造成损坏 一旦损坏的话是很难很难修理的 使用成本可能会比较高 那最后一种呢,就是咱们这个自行施房车上的这种抽拉马桶 当我们使用完了之后,可以直接把它拉出来 然后这样去倒掉的话也比较方便 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就是夏天的时候使用马桶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味道啊 使用低味上的问题 除了这个降解区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淘宝上啊 或者是养鱼的那种店里买一些那种活性的消化细菌 它通过生物过滤的方式可以很好的去除这个马桶里的异味 好了,那今天的在副驾驶这边的主要设备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对于这些设备还有哪些疑问 欢迎在这个视频区的下方呢,告诉我们 包括是我们下一期的这个视频选材要讲哪些东西 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视频里边去 视频的下方去留言告诉我们,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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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